随着华夏传统文化的复兴,网络也出现了不少抨击评论,比如说我们只只字吹过去的辉煌,几千年文明早已落后等等,隔壁炮菜国更是不断尝试将屈原孔子等等名人偷续他们的国度。 假设我们没有记录历史的史学文献存在,会是怎样的后果,欲亡其国,比先亡其史,这个话我们该如何理解,这期咱们就聊聊我们的史学成就有多先进。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,我们往后的个时期,都有记录历史的史书,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史,它让我们了解了,过去几千年,我们有过怎样的英雄人物,有过怎样令人揪心的事件,比如我们有过对外作战,极高的军事成就风狼居须,我们有过千古无二神勇的项羽,有过兵仙,有过武生,有过尽中暴火,当然也有过屈辱的一关难度,没有了这些记载,我们的文化自信, 从何而来,要知道到现在我们的下朝还是被否认的状态,甲骨文出土前,我们的商朝也是被否认的状态,为丙比直书催著是奇君五字,三人丧命而不改细节,这就是我们的史家风谷,当然我们的史家不光记载王侯将将,也记载曹莽英雄,比如史记讲述了陈胜的陈舍史家,我们还记载有特殊才能的传奇人物,比如三国之众,记载华陀 管路等人的方济传,后汉书甚至有记录佐词细耍诸侯的方式列传,史记有专门为刺贺记载的刺贺列传,有为游侠记载的游侠列传,有讲述幽默人物的滑稽列传,基于这种合传的方式,也有了我们熟悉的五子梁将,十二虎臣等等并列人物的说法,我们不光记录正面人物,还撰写间写来警示后人,比如史记便有宁醒列传, 在那个众男轻女的封建年代,我们的史书也没有忘记女子,新唐书便有列女列传,明史更为秦良玉丹独立传,不止如此,我们写史,不光是书写自家历史,还记录别国历史,比如日本弥生时代的野马台国,以及他的女王被迷糊,也是存在于我国的史书,三国制未书渥人传,而日本本国对此却是一片空白,另外包括乌环,鲜卑,高沟里,大渊,南越,西南越, 鲜鱼,突厥,土拨,沙托等等,但凡与我国所涉猎的异域诸国,我们都有记载,仅从这一点,我们就能看出,我们的文化不是故不自封,而是海纳百川,包容万物的文化,现代人最愿意玩的贸易战,通过史记,或是列传,我们就能了解到,早在春秋时期,馆仲就已经开始了贸易战,诸葛亮为推行直摆前,将赎井挂钩的手段,到现在隔壁还在用,而且用的还很好, 这能说明什么,说明我们的文化,根本就不可能是落后的文明,汉书与后汉书,都有专门的制来记录律里,天文,地理,五行等文化,诸位,看看其他各国,他们有事只能求助于神,而我们可以通过一篇篇史书,去求助于我们的先辈,睁大眼睛看看吧,隔壁小贼,只能靠偷我们的文化名人来,提高他们自己的文化自信,不可悲吗?下朝至今都被否认,不可怕吗? 不说外人,就连我们本国人否认下朝的人,难道少吗?想想吧,现在网络中,连李世民都变成了外国人,这一切还都是有文献记载的前提,假设没有这些史料文献的记载,汉唐宋明都被质疑的时候,又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,假设我们的史学传承断了,后果又会是什么?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欲王奇国,必先王奇史,这期,只想大家了解一点,我们的文化是包容的,我们不会排斥西方文明,但前提必须是他们的文化融进我们的文明,而不是我们的文化被他们的文明所吞并取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